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去买粮食是花钱买 你们倒好 把人家儿子给绑架来了 简直是胡闹 我们一开始是说花钱买的 可是那个老东西 什么老东西 嘴巴干净点 就你这么说话 是我 我不买你粮食 我是实在没有办法了 好说歹说 那个老 那赵副乡就是不肯拿出粮食 我们辛辛苦苦地出趟山 不想空手而归 也是想跟你说的那个 革命做点贡献嘛 王农刚同志 为革命做贡献是对的 但是你要牢牢记住 你现在身份 是共产党领导的工农红军 红军是有纪律的 这种打家解舍的做法 绝对不能再发生了 一支革命队伍 要想成功 就必须得到老百姓的拥护 得民心者得天下 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好吧 老公 是我做的不对 下不为例 我明天把他送回去就是了 好 你下去吧 晚上我找你好好谈谈 是 雷三爷 你们来了 什么雷三爷 雷夏同志 对对对 雷夏同志 已经不是雷三爷了 那好 我走了 晚上再听你训呢 好 好 再见啊 走 首长 怎么回事 让你们去买粮食 结果把你儿子给绑架来了 怎么样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特意来报告一下 首长如果没什么指示的话 我们就出发了 你们尽量详细地 模型敌人的装备情况 以及他们这次的军事意图 好 出发吧 好 出发吧 雷夏 等一下 首长 还有什么指示 你们顺便 把那个赵树林送回去 谁 好 就是王冬刚能绑架回来 那个少爷 本想打算明天让他们亲自送 但是又怕他们出乱子 你们正好顺路 大家刚好在盘龙镇 好吗 你们尽可能地 明天中午赶到野猪熬 王冬刚跟任家人约的是 明天中午野猪熬用粮食换人 你们要向那家人说明情况 吊着歉意 尽可能地挽回红军的声誉 好 放心吧 首长 好 出发吧 好 出发吧 武池 土匪 强盗 流氓 你们要杀便杀 要寡便寡 事可杀不可辱 你们鬼鬼祟祟在外面偷看什么 队长 你们看 五参谋让我们把他带走 太好了 你快把他带走 这会烦死我了 红军部队要买粮食 刚刚整编完 就去执行任务的战士 王龙刚等人 在买粮途中 碰到了地主的儿子 学生赵淑林 并把他当作人质 绑了回来 好换两个数 日记还没有写完 结果被误捉 王龙刚他们 不知道 这是违反旗律的事 雷夏接受了把他送回盘龙镇 并向他家人道歉的命令 赵淑林不理解 言辞过激 还以为要杀他 经过雷夏的劝道 最后赵淑林 你还是跟着走 在哪里都可以吗 不要跟我谈什么 走不走的 我们是送你回去的 不是杀你的 什么送我回去 你们是贪图我家 那二十袋粮食 我 你走还是不走 我们可没有时间 在这跟你胡说八道 谁胡说八道了 你们这群土匪 你们这些流氓 你们还打着革命的旗号 还什么 为劳苦大众服 我也是大众 我也很劳苦 你们有什么权利 干出绑架我的这种丑事 你到底回不回去 你不回家 我们可不等你了 队长 让王龙刚再把他绑回去算了 行 咱们走吧 队长走 闭嘴 我这就跟你们走 让开 你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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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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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行 吗 儿 min 队长 刘娇哥 你们看 走不多了 话也没了 你说什么呢 我告诉你啊 我赵树林是有婚约在身的人 就像你小人那么龌龊 那你刚才花什么呆呢 我告诉你 我是为这些小女孩感到可怜 可悲 可叹 小小年纪 天真烂漫的年纪 深陷迷途而不自知 就是让人费劲 这世界上让你费劲的事情多了 慢慢来吧小小女孩 走吧 我跟你们说啊 我不是你们的兄弟 少跟我称兄道弟 我和你们就不是一路人 漂亮 男人自由 上午我不吃 那是因为你们绑架了 我绝食表示抗议 现在此一时彼一时嘛 你再怎么激嘲我 都是没有用的 我是不会和你这样的人 一般见识的 来 给我出来 这回天上小满了 吃饱了 有精神了 你要搞清楚 是你们用暴力的手段 把我绑架来的 我绝食抗议在情理之中啊 你要是连这样的抗议 都接受不了的话 没关系 我们可以坐下来 慢慢理论一番 你说呢 兄弟 我能问一个事吗 请 不要叫我兄弟 我说了三番四次了 我们不是一路人 不要跟我称兄道弟 行 赵树林 你们家那么多富裕的粮食 那为什么不卖给我们红军呢 你卖给别人也是卖 卖给我们也是卖 我们红军又不是不出钱 在我回答你这个问题之前 你能不能回答我一个问题 行吗 好 你讲 请问 你们红军是干什么的 我们红军是穷人的队伍 是为老百姓革命的队伍 一派胡言 我告诉你啊 我告诉你们 你们红军 你们红军 我个人意见啊 你们红军就是瞎胡闹 同胞们 同胞们 我们的国家现在处于多么 深重的灾难之中 你们知道吗 我们的国家 我们的民族 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 屡遭外国列强的轻辱 他们任意践踏我们的尊严 任意侵略我们的领土 现在是国难当头啊 我们本当同仇敌开 共同对外 你们呢 你们仗着有几杆破枪 紧门破炮 你们 你们搞什么贵民堂吗 行了 你说的完全不对 我说的怎么不对了 国民党反动派 天天叫嚷地攘外 必行暗内 对我们数据进行不断的威奖 你让我们的枪 让我们的炮 咱们去维护国家领土的完整 咱们去捍卫民族的尊严 亏你还是个做过学堂读过书的人 人见点道理你都不明白 我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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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政府中有人诗恨腐败 我也承认 政府现在对你们的政策很偏激 但现在是什么时候啊 我们要团结一致 共同对外呀 团结一致 我们也想 你问问国民党反动派 他们想吗 好 这就是我要跟你说的了 团结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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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好 小子 更多 陈佳哥 你怎么又吃完了 我才吃两个 每个人只有两个 每个了 拿去 白天一碗白米饭让你给遭见了 你知不知道 那是从病号的嘴里 给你省出来的白米饭 那有多珍贵你知道吗 你干什么呀 就一碗米饭 你这一路上没完没了 没完没了 快吃吧 张初怜 你别怪我们的小满同志 心疼这碗白米饭 一碗白米饭对于你来讲 可能算不得什么 但对于我们红军来讲 那就是顶真贵的东西了 有时候我们一个月 都吃不上一碗米饭 我也搞不明白了 你们红军这瞎折腾的 图个什么呀 你要明白了就不会说这样的话了 这事实上很多事情不是你做的学堂里面就能想得明白的 老爷 东西都置办妥了 老爷 你放心 二十袋粮食一旦不收都备齐了 明天一早我就送往野猪凹 不行 还是我亲自去一趟吧 老爷 老爷 咱们按照咱们的要求备好了粮食 应该没事了 我去就行了 是啊 伯父 还是让莱顺叔去吧 平日里您身体就不大好 再加上这一路全是山路 别再出个什么岔子 是啊 老爷 慧如小姐说得对 来 来 老爷 坐坐坐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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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呀 老爷 你就放心吧 明天 我一定会把少爷平安接回来的 要早知道有这么一出 那天就应该把粮食卖给他们 也省得闹出这么大的事 流年不利呀 老爷 你就别埋怨自己了 咱不就是怕 担心一个通共的嫌疑吗 赵树林 我还是想不明白 你们家那么多富的粮食 为什么不卖给我们红军呢 我们红军是出钱的 我告诉你了 道理很简单 还是那个了 你们红军名不正言不顺 真的就是不能卖给你们的 你再说一句 我们红军怎么名不正言不顺了 干什么呀 干什么呀 你要打我怎么的 你再说一句 我还怕了你怎么的 你打一个试试 那你别吃我红薯 不吃就不吃 破红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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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接着吗 小满 放手 队长 他又做他粮食 小满 听见没 放手 嗯 嗯 赵树林 我们好心送你回去 还晕痴的给你 你这动不动就把他给扔了 是不是太过分了 什么好心送我回去 你拿我当小瓜呢 你们送我去 你为什么拿我到树林 让我们家的汉子在粮食而已 你怎么会这么想呢 那我应该怎么想 你们别以为我不知道 好心好意送我回家 干吗来这么多人 好心好意送我回家 为什么你们都在呛 你怎么想是你的事 等明到了野猪熬 你自然就是见识分晓了 看见没 看见没 野猪熬 你们就是想把我骗到野猪熬 去换我们家粮食 还不承认 干什么 你 小满 你干 干什么 是疯他 我们就拿你换粮食 怎么了 怎么了 小满 你还嫌不够乱呢 他就是欠揍 回来 我告诉你们 我不怕 我赵树林要粮食没有 要命有一条 伯父 夜深了 快去歇着吧 哎 慧如啊 嗯 这几天你就先别回万家岭了 这兵荒马乱的路上怕不安全 等太平邪再回吧 知道了伯父 我听你的 哎 哎 好孩子 你放心吧慧如 等树林回来 我就把你们俩的婚事给办 这一家人在一起 也好相互有个照应啊 嗯 哦 时候不早了 你先下去歇着吧 哎 天亮了 大家起来吧赶路了 哎 赵树林呢 小满 赵树林呢 赵树林 别喊了 肯定是跑了 会啊 就天不梦亮那会儿 我还看见他躺在这儿呢 他肯定还是以为我们要拿他去换粮食 那死他去吧 咱们去把他了 不行 这带山水险恶 他这么一个公主哥到处瞎跑 万一出了什么问题 到时就真说不清楚了 会有随我们红镇的生意的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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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赵树林 哎 这样吧 我们分斗俱长 一会儿在山西的河边会合 小满三姑 你们往这边 我和何小往那边 记住了 找着他了 千万别对他怎么样 是 赵树林这个人其实不坏 只是对我们有些误解 听清楚了没有 听清楚了 小满 说你呢 知道了 走吧 赵树林快点 大伙儿 赵树林快点 赵树林快点 赵树林 你干嘛的 打猎的 吓死我了 我还以为是那帮人追过来了呢 哪帮人呢 绑架我的人 绑架你 谁绑架你呢 总而言之呢 说来话长 一言难尽呢 没事 你慢慢说 我们有的是时间 说吧 各位 碧人姓赵 赵 常山赵子龙的赵 赵树林 我家住在盘龙镇旁边的赵家湾 家父赵福祥 赵福祥 大伙儿再加把劲啊 大伙儿再加把劲啊 过了这个山头 就是野猪猫的 可把沙子皮都捡回来 我告诉厨房那大伙儿不红烧肉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你们到底想干什么 打猎的 专门打你这样的肥肉 你简直是一帮苦匪 哎 你太客气了 什么叫简直啊 我们就是 龙哥 别 别跟他废 废话了 我们赶 赶紧去野猪猫 把了二十蛋粮食给换 换了 去你哪 你脑子也进水了 要那二十蛋粮食有什么用啊 你扛吗 那那你你的意思是 这回咱们得让赵福祥这个统财主 吐回血 让他拿两千献大洋来换 明白吗 龙哥 还还是你高高明 这这下我们要发发发 发个屁 我告诉你 我会跟我爹说 不让他出一个铜子的 是吗 那咱们就骑驴看唱本 走着瞧 龙云 龙云 怎么是国军呢 哎 龙叔哥 这可麻烦了 别慌 都别慌 听我的 走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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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你们这拉的什么呀 白米呀 这么多的白米 你准备运去哪儿啊 长官 运到虎头梁那边去 运去干嘛 长官 请卖 卖 你不知道私犯粮草 是违法的吗 长官 这不是私犯 是我家自己一年的收成啊 虎头梁是贡匪的据点吧 难不成你要卖给贡匪 长官 长官 不敢 不敢 我 我这就卖给商浩 卖给老赌商浩 这粮食我全要了 再走 走 走 长官 这可千万使不得 这粮食用来救命的 救什么命啊 救 嗨 长官 这粮食是我家一家老小 一年才收成了 这米要是没了 我家就没法活了 行 长官 我 我不追究你私犯粮食 就已经是高台贵手了 带回盘龙坠 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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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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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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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下强啊 快点 快点 走 不应该啊 难道我们追错方向了 也不知道三wi和小满那边情况怎么样 这都已经晌午了 我们还是赶紧去山下河边 跟他们会合 直奔野猪 看看再说 龙哥 走 走吧 咱们赶紧去野猪 你他奶奶的能不能有点出息 还惦记那二十大娘是吗 我听龙哥的 等天色一晚 我们直奔潘龙镇 你们都给我听好了 我要的可是两千县大洋 不是那二十大娘是 等两千县大洋一到手 我的娘才不干土匪了 龙哥 你那里要干的啥 我呀 买房子的质地 天天吃辣椒炒肉 炖炖吃小炒鱼 龙哥 你太有想法了 我还得加个水煮荷包蛋 可以 辣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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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不要朝着跑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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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上去河边 走 别跑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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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跑 跑 你跑不够晚了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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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公 把你给我放倒 站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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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臭你奶奶的 你想把老子累死是吧 给我打 你们才能走死人呢 我说给我狠狠的打 陆哥 那个山头的 你们管得着吗 咱们井水不犯河水 把那小子交给我们 你们可以走了 别别别别啊 他们是地地道道的土匪 那这人我们留下了 你们走吧 没那个道理 给我上 爷 我服了 那个山头的 我们没杀山头 就我们几个人 流窜打野也实的 滚吧 是 你还想拿着这个家伙去祸害人哪 不敢 不敢了 松了吧 松了吧 我叫你打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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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有你 你 你还辣椒炒肉 你还追得上我 你追得上我 好了 行了行了 赵处理 好了 辣椒炒肉 起来吧 这两块仙大牙 拿去买点吃的 以后别再出来干这种事了 谢谢 谢谢大爷 用不着谢 以后 不许再出来祸害人 再让我碰见了 到时送给你们了就是枪子 听见没有 是 一定 你接 你接 走 快走 走 快点 你追我呀 快点 找死了 山路上跑得快呀 好了 走 四老子 你先下去关灶看看 我们在这里等你消息 好 杨大哥 你怕我家报官哪 不会 不会 我不会让这种事情发生 我会跟我父亲说的 虽然我们政治主张不一样 但是我看得出来 你们都是善良之辈 你们很有正义感 你们不是强良师来的 你们刚才对我 都有救命之恩哪 救命之恩谈不上 之前我们的人的确做得不对 平安地把你送回来也是应该的 临行前我们首长还一再交代 一定要向你们家人表示歉意 希望取得你们家人的原谅 不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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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 我以前骂你们的那些话呢 你们也千万别放在心里 不会的 放心吧 小兄弟 没剩哥的气吧 你说呢 都你玩的 我才不会那么小气呢 雷大哥 刚才 你干嘛给那些土匪钱呢 都是这个世道给逼的 都是这个世道给逼的 日子过得去 谁愿意上上当毒匪呀 走 怎么可能呢 我 我家里人怎么可能到现在都没来呢 不 你们家人来过 没看着大白饼 那会不会没等着我们先走了 不可能 绝对不可能 你们家有谁抽烟吗 我家没谁抽烟 大烟水烟都不会抽 更何况像这样的香烟 可能是一场白稿子了 诸位 傍晚前 不往前线剿匪的大队人马就要到了 这次将会在你们盘龙镇调整几天 补充一下军费和良心 还希望我们各位乡民能够大力积极配合 总之 有钱的出钱 有力的出力 如果 谁要是敢违抗命令 就按私通共匪论处 长官 我们一定尽力为之 只是今天收成不是很好 加上连娘脚粉 下面确实是日子艰难啊 放你的狗臭屁 老子刚才在来的路上 就刚刚截获了一对贩卖粮食的人马 整整二十蛋 如果真如你所说收成不合 那这些多余的粮食要卖到哪儿呢 不可能 不可能 谁呀 赵福祥 哎呀 那那是去卖粮食 他是拿粮食去熟人啊 熟人 我听到的可不是这样 到底怎么回事 不成 我得找他们长官好好理论理论去 那可是我救命的粮食啊 他们不能就这么给我没收了呀 老爷老爷老爷 算了老爷 我看啊 咱们还是另外筹备二十蛋粮食 您是不知道啊 就是那些国君如狼似虎 凶神恶煞呀 别回头粮食要不回来 又生出别的事了 是啊 伯父 来顺叔说得对 咱们还是另想法子吧 哎 可是他们看不见粮食 树林就会凶多吉少啊 来顺啊 你怎么就不知道在那儿有个人等着他们 给他们唠句话啊 老爷 我当时是连惊待怕 我没来得及想辙 就让国君给押回来了 哎呀 来顺儿 你赶紧的 再去筹办二十蛋粮食 尽快的给他们送到野猪傲 哎 怎么着 还想给共匪送粮食啊 你们的胆子也太大了吧 树林兄弟 我们就送到这儿了 请把我们的歉意 转达给你的父亲 对于给你们家庭造成的麻烦 只好说声对不住了 雷大哥 你别再说了 我知道 这一切都是误会 误会啊 都到了这儿了 到我家喝杯茶再说吧 不用了 我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办 总算是平安地把你给送回来了 我们这也就放心了 回去吧 这一去不知道何日才能相见呢 看缘分吧 树林兄弟啊 你不会现在对我们红军 还有那么大的成见和误会吧 求同存异 求同存异 起码我觉得你们都是好人 好 那咱们就此别过了 那我就告辞了 走吧 一定要来找我啊 这赵树林 看来挺重感情的 嗯 就是嘴巴呀 刻薄点 是个有点水性的爷们儿 走吧 来他们到镇上看看情况去 哎呀 你说你这粮食一会儿要拿去卖 一会儿又要拿去熟人 我应该相信你哪句啊 长官 那粮食我可真是拿去熟人的呀 放屁 你是想私通共匪吧 哎呀长官 您可不敢这么说呀 您就是给我两个脑袋 我也不敢哪 我哪有那个胆啊 你这胆子大了去了 我刚才进来的时候 你不正说 要再拿粮食去熟人吗 哎呀喂长官 那我也是迫不得已啊 我儿子在他们手上扣着 我我那也是不得已而为之嘛 我可告诉你了 如果让我知道 你给共匪送一粒粮食 我就灭了你全家 你这也太不讲道理了吧 我们家出了这样的事 你们作为国君 不但不想法子救人 还在这儿又威胁又恐吓的 算是怎么回事 这位是 这是我还没过门的儿媳妇 哦 未过门的媳妇怎么在你们家呀 我们家这不是出了事了吗 她是赶过来照看照看 哎呀这急赶急的事 也就顾不了那么多规矩了 有点意思 妹子 我们这次她就是来搅供她 别担心 你那如意郎君一日不死 你就一日变不成寡风 嘴巴能放干净点吗 会不会说人话 慧如 你赶紧下去下去啊 谢谢大家 你把书铃从南昌学堂给叫回来呀 我的老爷 您先住着现在怎么办吧 爹 来说说 我回来了 少爷 书铃啊 你是怎么回来的 没事 没事啊 他们送我回来的 送你回来 没给粮食 他们就让你回来了 爹 他们不要粮食 跟您说 他们领导还让我代替他们跟您说呢 表达他们的歉意 那天晚上抓我的那几个人 他们领导已经狠狠地批评教育了 人家还一个劲地说呢 说您多包涵 多谅解 太好了 真有这事 爹 当然是真的了 我这整个人活蹦乱跳的都回来了 是 喝水素的 老爷 慢一点 书铃啊 你跟我说 书 我饿死了 您能不能到厨房去跟我弄点东西 我马上去 马上去 别看好 我说书 书铃 书铃 你怎么来了 你回来了 你回来了 书铃听说你出事了 第二天早晨就赶过来了 谢谢 你脸上怎么有伤啊 他们是不是打你了 不 不 不 爹 没事了 没事了 不是他们打我 是路上遇见了几个小土匪 没事 幸亏那几个送我回来的红军呢 及时把我救下了 不然真得出点小麻烦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爹 你等我喝完了 吃完了 再问我行不行 那是 那你先下去洗一洗 走 吃肉啊 你也吃下吧 竹林啊 照你那么说 那帮人还挺讲仁义的 不是那般不讲道理啊 是啊 爹 早知道是这样 我们当初 就应该把粮食卖给他们 快别说这种话了 千万别再说了 这要是让国君知道了 这 这是要杀头的这是 来水叔 你们到底去了野猪熬没有啊 去了 只是我们刚把粮食运到野猪熬 就遇上国君了 结果少爷没接着 还把粮食给丢了 丢了 怎么丢的 被国君给没收了 凭什么 说是 冲作搅供的军粮 极有此理 他这不是明讲吗 哎呀 算了算了 你能平安回来就好 咱们稀释宁人吧 老爷 那二十弹粮食倒是小事 这明天 来事 哎 爹 来声说 你继续说 老爷 少爷是家里人 这事捂不住啊 刚才那个姓袁的牌厂 来了趟家里 说是要摊派搅供的经费 这还不知道要多少钱呢 极有此理 那搅供 搅供自有官民政府的军费支出 他这是打着搅供的名义 在地方上搜官民指名高 可不敢这么说也输铃 这要是让他们知道了 那又得惹祸上身了 不行 爹 咱不能任由他们在地方上 无左非为 我要找他们理论 我要找他们理论 淑琳 那帮兵匹是不会跟你讲道理的 别去了 不讲道理 这天下大不过一个理字 我要去赶州告他们 我要去南昌省政府告他们 你真想把我气死啊 我的小祖宗 算我求你了 你就给我消停消停吧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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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 雷大哥 据街面上的传闻 白狗子傍晚时分会到这里 我听说的也是这样 但是不知道有多少人啊 至少一个团的兵力 是吗 那是白狗哪个团啊 目前还不清楚 等他们明天来了之后 再想办法打探吧 那看来 他们的刑军意图和其他情报 很难弄到手了 最好想个办法混进去 要不然这样的军事机密 还真难搞到手 对啊 见其行事吧 你赶快说 让你筹备军费和粮草核事情 啊 我作主 我的大主 人体被在讲 你还要医疗 我还要医疗 你还要医疗 是 不要医疗 我还要医疗 你不能医疗 你还要医疗 那你来医疗 各种人医疗 我都够了 是 请团座放心 团座 这事不能太过张扬 影响太大 怕上面 我怕他个鸟 奶奶 他们一个个缩在城里边 是英格厌恶 逍遥享乐呀 把我扔在这个鬼地方 我捞点辛苦费怎么了 说起来一个比一个连接奉公 其实都是他妈的 瓜地三尺的狼 比我黑多了 那是 团座 让我们在这里休成几天 不用急 他二十七十两个团 布防石码镇 让我一个团去换房 他们在那儿才待了几天呢 让他们等着去吧 袁培长 走 这几个行 一定给我看好 这都是兄弟们的辛苦费 是 请团座放心 这次在盘龙镇 就看你的了 希望再多几口这样的大巷子 明白 还有 好 可以 你快要走 还不下来 你不怕 怪不儿子 你说哪一样 所以这个地方 你看看他们做的那些够大 还堂堂政府军哪 简直就是土匪 真是事可忍 事无不可忍 以后有什么打算 以后 以后我要进任国民政府 尽我所能整顿励志 为国效力 书林 你可能是在学堂那样的地方 待得太久了 对外面的事情 也了解得太少 我承认 我承认有腐败 但是国家政治危机存亡之久 我被他奋起努力 我相信 这个社会并不是无可救药的 所以我来自立的地方 他根本不急 有什么事 他根本没有尽量 他根本有什么事 他根本有那么多 慧如 我真的要谢谢你 谢谢你这两天 在我家照看着 我们就要成亲了 你怎么还跟我说这么见外的话 我们要成亲了 慧如 您知道吗 这两年我在南昌 时时刻刻都在想你 慧如 当初 如果是你和我 我们俩一起在南昌念书 那该多好 我一个女孩子家 能念完中学 就已经很满足了 再说 现在在学堂教书 不也挺好的吗 慧如 我答应你 我们结婚之后 我带你去南昌看看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你 我 你 我 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也是保一方平安的军事计划 我理解诸位的难处 我周某人也是不得已而为之 大家都知道 搅供就意味着要打仗 可打仗是要花钱的 没钱怎么打 大家总不能眼睁睁地 看着我们这些当兵的 饿着肚子去打仗 一派胡言 一派胡言 长官先生 难道学生连说句话的权利都没有了吗 放开了 这位长官 学生问你 收税乃国之大典 权利归谁 归中央文职政府 归行政院 立法院 什么时候轮到军队私自收税了 你别以为我不知道 每年国民政府花了大量的金钱养着你们 你们都干什么了 你们来我们这儿横争暴敛 不合国法 胆大妄为 你们这是国民革命军的行为吗 我看你们这是土匪行为 是明目张胆的抢劫行为 叔叔 别说了 赶紧回家去 赶紧回家 赶紧带少爷回家去 长爷 慢着 你是什么人 学生行不改名 做不改姓 姓赵 名书林 长官 您别见怪 他是我儿子 年少无知 刚从南昌学堂回来 不懂事 还请长官 你 宽宽大量 宽宽大量 你儿子不是被公费抓去了吗 怎么又回来呢 这不关你的事 我告诉你啊 你们要胆敢再这样鱼肉香里 欺压百姓 我去干州告你们 我去南昌告你们 树林 对了 你们哪个部队的 什么分口 你要气死我呀 小红 长官息怒 你要干什么 长官息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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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 你要气死我呀 赶紧快滚回去 快走 长官 还 这 还 刚才你们说他被共费抓走 是怎么回事 就是我 刚到盘龙镇的时候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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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 大哥 三姑 你们怎么来了 能不能借步说话 好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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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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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了 他们是谁呀 来 来 我们是树林的朋友 对对对 他们是我的朋友 放心吧 少爷 你就别让我为难了 赶紧回家吧 有什么事 回家说不行啊 雷大哥 要不然上我家说去 那方便吗 方便 怎么不方便了 得笑和小满呢 他们还有别的事情 香烟 香烟了 卖香烟 香烟 香烟 紫月老总 来好烟吧 来来 弟兄们抽烟 来来 弟兄们抽烟 抽烟 紫月老总 你们这是要去哪儿啊 你问我 我问谁去啊 滚蛋 那个 五个铜板 欠着 滚 我说弟兄们 听说都会是去饭吗 不会是打当吧 管他你啊 反正是当光了说了算 管他那么多干嘛 这么火急火料的敢往四马镇 怕不是犯我那么简单 他妈还站在这干嘛 我铜板 行不行 我还在咽叫子给你砸了 别 要不要拿去 抽抽抽抽 初灵 你去过食堂里了 这你都知道了 雷大哥 这帮人在地方上横针爆脸 我实在看不过 就冲出去 训斥他们一番 初灵啊 你是个有血性 有正义干的男人 但是这么做 是不是太冲动了 我不怕 这帮人目如国法 目无君记 绝对不允许他们 再肆意互为下去了 坐下 坐下 初灵啊 你长期生活在学堂这样的环境 对这世上的很多事情啊 还不够了解 他们这样做啊 已经是习以为常了 老百姓已经见怪不怪了 三位 懒呢 懒呢 我拔你了 这不是就撤不去 走 来 姐夫 刚才就应该把那个小子给崩了 挡着那么多香绳名流的面杀人 你这不是犯重怒吗 那就这么算了 你说呢 你的意思 那小子不是被共产党给抓了又放回来了 这难道不是一个好好做个文章的机会吗 我这么跟你说吧 我想去白军驻扎的祠堂里看看 你们是想刺断点情报吧 嗯 可以这么说吧 这恐怕不行 这是背叛国民政府的行为 书林啊 看来 你对我们红军还是有成见呢 书林 这样的政府 这样的军队 还有什么背叛可言 他们的所作所为你都已经看见了 哎呀 老爷你可回来了 我正准备找你去了 来一顺 你是干什么吃的 怎么能让书林上那种地方进呢 哎呀老爷我也没有办法 我拦不住我 他人呢 哦 在经堂和几个朋友说话呢 朋友 什么朋友 回家再说吧 雷大哥 你容我再考虑一下 再说了 那地方不是随便进就能进的 刚才 我都是硬闯进去的 嗯 嗯 那好吧 那我们就不打扰了 告辞了 书林 这是怎么回事 啊 这些都是谁啊 哎 爹 爹 爹 没事 没事 这些都是我们几个朋友 朋友 书林哪 你给我招惹的是非还少吗 啊 怎么突然又从哪儿冒出这么几个朋友来 爹 这些就是 在路上救我回来的朋友 啊 要没有这些朋友 您都不能看见我在这儿跟您说话 您对人家客气点啊 啊 你 你们是红 大叔公 我们是书林的普通朋友 您别介意 刚才在大街上碰他的 就进来坐了坐 对不住 打扰了 我们走了 你 啊 明日在大街上碰到你答应 这可能是多少 你却答应了 人家不愿意 我们家都不愿意 你干吗 是啊 长官 来 队叔 赶紧把堂兄弟们 请到后堂去吧 你们都跟我 下去干活去吧 叔 那我们下去干活去啦 长官 走 你要结婚啊 怎么了 恐怕不行了 跟我们走一趟吗 你们有什么权利 让我跟你们走一趟 我怀疑你私通共匪 要带你回去询问 你信口四皇 你有什么证据 证据 你不是被共匪抓走了吗 怎么又回来了呢 他们放我的 这就是证据 冤枉长官 没什么 你有给他们粮食 他们怎么会好端端 把你放回来呢 这明明就是通过 来人啊 长官 没有人去 长官 你凭什么 来 我干什么 放给我 走 放给我 我不走 我不走 你们哪个包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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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伯父 伯父 来 叔叔 快起来 老爷 你们怎么能随便打人哪 你的如意郎君私通共匪 想结婚 等出了牢房再说吧 你们冤枉好人 简直是一群强大 小姐 放过来 这不明 这可如何是好啊 站住 停 停 停 你们没凭没剧 凭什么抓我 凭什么抓我 你们长官是谁 我找你们长官 走开 走快走快走 我找你们长官 我 说呀 怎么不说了 你刚才不是很能说吗 接着说呀 我 我 我告 告你 告我 好啊 只要你能过了今晚 给我打 往死里打 你叫什么名字 别 叫你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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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不抽烟 为什么呀 在接涛老婆了 我去跟他们说 不行啊 慧如 你可千万去不得呀 那个原牌掌可不是什么好东西 大叔 如果信得过我们的话 我们陪慧如姑娘一块去 你们还没走啊 赶紧走吧 我们是真心诚意的 我们和树林也算是朋友一场 迟早想办法把他给救出来 请相信我们 伯父 事情如今都到这个地步了 你就让两位大哥陪我去一趟吧 等把树林救出来 先出去避避风头 然后再找个说理的地方去 是啊 老爷 现在只能是走一步看一步了 少爷在里面是凶多吉少啊 那 那你们可不敢乱来呀 放心吧 我们心里有数 长官 这是摊派我们赵家的八百大洋军费 提前给您送来了 这一百大洋 是孝敬掌握的烟钱倾向的 烟钱就不必了 也充当军费吧 这是我们少爷通共的事 确实冤枉 事情还没有调查清楚 这件事就不要再提了 区区一百县大洋 就想了结此事 你们也太有点异想天开了吧 原本就没有的事 妹子 有没有这事 他好像不是你能说了算的啊 长官 让我们去见那少爷吧 送点吃的 不行 少红 让他们去 谢谢长官 你 带他们过去 他们怎么把你打成这个样子了 别哭 不哭 现在不是哭的时候 他们这帮人 比豺狼还要凶狠 我们不哭 我知道 你现在最主要的 是要保重好自己 其他的 都不要操心了 叔 你听我说啊 家里的事情 你跟爹说 让爹多听听来依大哥的 知道了 雷大哥 这一切拜托您了 树林兄弟 我们一定想办法把你弄出去 雷大哥 我这个人还是太理想主意 我太幼稚 我真没想到 这个世界 真的是 豺狼当道啊 慢慢的你会看得更清楚 只是现在 还得在这位置纪念 需要等待事情 大哥 我家里的事情 多拜托一下您了 好吗 放心吧 放心吧 好了吗 走吧 走了 我本来不想打托一下 不想打托一下 我本来不想打托一下 你小子艳风不浅啊 不过你无福消瘦 我会帮你带牢的 王八蛋 我只告诉你 我是敢动他一个手指头 我发誓要杀了你 说什么呢 放开 太无耻了 你们太无耻了 什么事 这是什么事 和政府军 你们太幼稚了 太幼稚了 去 段座 什么情况 让我们去趟炮灰 你们看看 现我们五天之内发动没降机 之前说的不是常规换房吗 撤掉他们两个团 换上我们一个团 你们说这是他们什么意思 这他们就是让我们去送死 限令两天让我们赶到驶马镇 而且尽快上冒作战计划 团座 不用再说了 传令下去 明天开会讨论作战计划 派人给他们送过去 下午整顿队伍准备出发 开往石马镇 是 三块 姐夫 这一走 这粮草何军想 粮草就不要了 到了石马镇再说 但是 县令他们明天中午之前 务必把县大阳给我送来 放心吧 姐夫 哎 少红 这一去就是打仗了 明天你就不用去石马镇 姐夫 挑选几个得力的弟兄 把那些装满现大阳的箱子 送回到甘州家里去 顺便把作战计划送过去 是 我明天到县里告他们去 伯父 没用的 你看看现在天下无言一般黑 那帮当兵的怕过谁呀 哎呀 这也不行 那也不行 这这这家伙可怎么是好 大叔啊 您先别着急 我听他们那意思 无非是想再弄点仙大阳 目前还不会对树林怎么样 那 那就赶紧给他们送去呀 只要树林能平安回来就行 好 总算想通了 长官 我就是为这事来的 长官 那 那我们树林 什么时候能回来呀 那就要看你准备 多少现大阳了 这 我们可确实是被冤枉的呀 还在提冤枉呀 看来 你们是没有诚意呀 那你说 到底要多少才能放人 哎呦 妹子 好说 两千现大阳 明天中午前送到 见到钱我马上放人 两千现大阳 我 我上哪儿愁着两千块现大阳呢 那就是你们自己的事了 啊 这话我可是地道了 长官 这太急了点 这可不是个小数目 你少废话 老子不怕告诉你 明天我就开拔了 明天傍晚钱 钱还不送到 哼 就等着给你儿子收尸吧 好 干什么 这么钱 快 报告台长总共一千大阳 一千 剩下的一千大阳呢 你还要去哪儿 长官 实在是一时半会儿 凑不到这么多钱了 家里边正商量的卖地呢 等钱一凑齐了 就给您送过来 晚饭之前 务必送到 否则 请长官放心 晚饭前一定送到 好 你把这个收好 一面临走势 他们对你下毒手 记住 我们一定会来救你的 好 来 你回去的时候 跟慧如说一声 让他小心点 幸远的那个王八蛋子 等大的注意 好的 好了 小达哥走吧 快点快点 走吧 不说干什么 报告 什么事 这是作战计划 团长让你今晚带会干收 交给上面 知道了 跟团团作说 让他放心 是 来 长官 那我们先走了 晚饭之前 等我们把钱凑齐了 再给您送过来 好 去吧 等一下 长官 你们就不要送了 等晚饭后我亲自去去 去吧 怎么样 白狗子正在集结队伍 看来马上出发了 太好了 从现在起 你给我盯死那个心愿吧 你一定要想办法 把他的作战机关闹到处 小仔 你和三顾负责蹲守祠堂那儿 等信源的带人去赵家的时候 你们趁机想办法把赵树林给救出来 姐夫 收起来 除了赵夫祥的以前打烊 其余的已如数通报 好 我告诉你 一个子儿也不容易 咱们关着的那小子怎么处理 等剩下的钱收齐了 给我做掉 甚至放出去给咱们添麻烦 明白 团长 好 队伍已经开完了 那人呢 屁股都没坐热 zo 慧如啊 这下连给你们成亲的钱都没有了 伯父 全当是破产消灾吧 只要人回来了就好啊 都这会儿了 怎么还不来呀 不会又变卦了吧 应该差不多了吧 我去看看 慧如姑娘 既然书林已经嘱咐了 你还是回陛下吧 是啊 慧如 你还是赶紧回后院去吧 好 伯父 那你也当心着点 雷大哥 这儿可就全拜托你了 放心吧 伯父 绿站 白狗子不会不来了吧 想不着急 大会儿不能在这儿动手 以免连累人家 知道吧 知道了 回去了 你们几个 在家看好箱子 务必看好了 千万别出岔子 听见没有 是 跟老爸说 部队走的时候 把那小子给做了 听见没有 是 兄弟们好好干啊 绝对不会亏待你们 你们两个跟我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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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站住 等我死了你 我哪儿走呢 老总 是王乡长让我们过来 送蝎大羊的那儿 对对 这么晚才来 我们长官刚刚出去了 哦 那我们回去了 待会儿 哪儿有把送钱的往回堵的 哎 干什么了 送蝎大羊的 哎 这玩着呢啊 哎 咦 不就送赵家的蝎大羊了吗 你们是从哪儿来的 老总 我们路远 从冷水沟那边过来 你们清点一下 停 啊 走 走 长官 要不您先清点一下 不着急 长官 现在可以放我们淑林出来了吧 我也很想放少爷出来 只是 上头压得太近 我也很难办呀 怎么 我可是连田地全卖光了 就剩这房子了 你们要是再不放过我们 我可是真的没钱再拿出来了 不是钱的事 那你们想怎么着啊 只要你们想得开 事情也不是没有转机的 那你快说不长官 只要能放我们淑林出来 你们 你要什么我都答应你 这可是你说的 你站好 三姑 长子 别人想让他走 别人想让他走 你走 走 杀总 走 把我走 把他走 走 走 你干什么 你家为什么那么有气啊 关你屁事 你为什么娶那么漂亮老婆 老子四个岁还没娶老婆 你怎么那么细皮呢喽 住手 可啥不可辱 老血的就盖掉你 老子给你拼了呀 别动 别动别动 什么待会就调查说明 以为我老糊涂了吗 你的鲜色我还不懂 你就是想把慧珠给带走 你们这帮强盗畜生 情消不如 你们是他妈王八蛋 你们是强盗 走着 你想找死吗 伯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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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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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出事 伯父 你这个枪走 我杀了你 谁让你开枪啊 不如 哪里都把枪放下 要不老子先帮给他 他人老家伙 敢死同工匪 快把枪放下 兄弟 你一个人怎么后面玩啊 快把枪放下 兄弟 你不然那些拿羊你拿走 咱们各自各的怎么样 我我三下 一 二 放下 放下 过去 过去 来 杨曼 过来 把这个包拿 别动 进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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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爹 爹 慧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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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八蛋 我给你屁了 我给你屁了 慧如 师弟 有本事别动刀动枪的 给大爷好好玩 放心 我今儿让你死了明白 看看 我去哪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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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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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赵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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八蛋 去死吧 王八蛋 去死吧 王八蛋 去死吧 王八蛋半 上去 smells karşı 他是 released 炫东有亮冻 胡锐 五分 和 physic 我说的 古典 那就是 很昼 我们就要成亲了 我们要成亲了 贵露 我答应你 我们结婚之后 我带你去南昌看看 书令 书令 想清楚了 我想得很清楚 雷大哥 你说的是对的 这个世界上 有很多道理 真的不是我们坐在学堂里 就能弄清楚的 只有革命 才是唯一的出路 我心里有一个快乐 是最可爱的 我心里有一个快乐 怎会儿 我心里有一个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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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在海道里有一个快乐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也许你此时早已经离开 我心为更多人站起来